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Point Up的環節 又是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裏跟大家說一下有什麼跟進碼 大家可以記下它,下次再出賽才有機會贏到一些比較好分的碼 也有時候熱門不太聰明的可以避開它 還沒說之前記得大家先訂閱 右邊有一個訂閱鍵 四星鳳豬,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今次有什麼介紹給大家呢 有兩匹,立刻帶大家用堅仔賽馬APP看看 有兩匹馬,一匹就是第五場電訊火箭 在哪裏看到呢,錄上堅仔賽馬APP 在昔日賽果及派賽 在第五場電訊火箭 昨晚很利潛領,幾乎肯放在前面走都會贏 有些後上馬如果是不適合的捕捉 在哪裏呢,必然是強的 電訊火箭就是這匹 輸過短頭而已 其實衝多兩米都過了 Kimi都說,差一點就衝過了 所以這些馬好厲害 大家記下它,下次出賽提醒 在說什麼呢 其實是一些慢步速下受害者 也是,下次的場地應該會比這次更好 今天呢,即是昨天呢,不理後吹 大家記得儲存回它 至於另外一匹呢,還有的 可以再看看一匹長長精彩 因為長長精彩呢,都是後上的 但是你都知道,又是很利放頭 也是一些正常捕捉狀態之下 所以這些馬呢,它一去到反彈的位置 其實它都可以持續追上來的 你可以看到呢,也是一個慢步速下受害者 只可以在場地B欄那裡 再滑落一點點 那你就說,不適合後追的 亦都可以出賽提醒,記得打開 然後按儲存就可以了 好了,今次呢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記得呢,最重要是記下這些馬呢 下次的出賽,譬如長陽精彩 電訊火箭那些 你就可以再留意 到時再想對手和步速 每次都不一樣 檔位也有很大影響 好了,稍後呢 完了片尾,還有一個節目巡禮 有些節目會有減減吊動 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了,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收看,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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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